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告如下 首先就行政院所提的版本 政党法草案的立法重点 说明立法的目的 他的立法的目的是为符合当前政治发展的需要 第一在确保政党之组织及运作符合民主的原则 第二建立政党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 他立法的重点大概如下面几点来做说明 第一定义政党为以共同政治理念 推荐候选人参加公职人员选举的团体 第二明定政党设立的条件以及程序 党员的人数我们建议下线为100人 第三政党的名称简称及标章为政党的重要表征 为了避免有混淆误认的情势发生 明定政党的名称简称及标章选用之限制 以及发生混淆误认时的处理 第四政党备案后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向法院申请办理 法人设立的登记 第五明定政党负责任之消极资格以及他的条件 第六明定政党组织与运作之落实的方式 他的方式为透过章程的订定 第二党员代表大会或者是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预决 第三仲裁机构的设置等等规定来具体落实 第七政党使用公共场地大众传播媒体以及其他公共的给付 应该受公平的对待不得为无正当理由的差别待遇 第八政党不得于政府的机关机构公营事业机构 行政法人法院军队或学校设置党团的组织 但是排除在各级民意机关的适用 第九规定政党经费以及收入的来源 以一党费二依法收受的政治先金 第三政党补助金 第四政党为了宣扬理念或从事活动宣传所为的出版品 宣传品的销售或者是他的权利授予让语之收入 第五以及其他依本法规定所得之收入 第六以及前面五项所生的知习为限 第十为了落实政党财务公开 经费来源以及会计制度应该在章程中明定 而且每年要定期向主管机关提出财产以及财务状况的决算书 主管机关应该在受理截止后的45天内汇整列册 并且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纸 以及公开于电脑的网络 第十一规定政党不得经营或投资盈利事业 并不得从事第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 也就是说政党为了宣扬理念或从事活动宣传 所为的出版品宣传品销售或者权利让语等等以外的盈利行为 或是购置不动产 那当然如果是供自己办公使用者是可以除外 第十二明定主管机关得编年度预算来补助政党 与政党领取补助之要件标准程序及补助金的使用项目 第十三明定政党连续四年如果未召开党员 或者是党员代表大会的时候就视同为解散 第十四明定政党合并时应办理的程序 合并后政党比例产生方式之立法委员资格的处理 以及原政党之权利义务均由存在之政党来承受 第十五明定政党负责人中央直辖市以及县市级选任人员选举 如果有汇选的行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